《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國情講情》繼續有我和鄭教授 話說溫家寶總理去馬來西亞訪問參觀的時間 對著當地的馬來西亞華僑 春末夏初的時間都說 經改和政改一定物不可分 有了經改之後一定要有政改 兼且還要在法治上提高 很奇怪 如今胡錦濤在溫家寶說完這些事後 就在深圳說沒有 深圳也沒有了 這次對著外面的馬來西亞這樣說 又在敏感的時期前職 真是有些奇怪 是的 但我們都聽見主要的人大委員長 吳邦國的說話 吳邦國在中國的政治階層排位高於溫家寶一位 因為是國家主席人大常委委員長才到國務院總理 吳邦國說得很清楚 有五件事我們不搞的 第一 多黨制輪流執政這些不搞的 政治的主導思想多元化 我們不搞的 即是一條線 其他人不准說那麼多話 第三 這些是三權分立 議會搞兩院制 我們也不搞的 聯邦制不搞 私產制不搞 真是說得很暫定接鐵 他的身份亦都是立法機關的首長 反而溫家寶在不同場合 仍然是見人說好說話 但在這個環境下 其實大家會問一下 現在中國的局勢是怎樣 你看見這個莫里花革命的陰影底下 他們真是很害怕 而這段時間 和國內的朋友談談 他們真是其中一個話題 還拖得多久 經常都有提到拖得多久 大家都同意 今時今日 大概都 你說要好像特尼西亞 埃及 沒有可能 但問題是大家的關注點 不是以後都沒有可能 如果大家關注點是 你能夠撐得多久 你能夠壓得多久 有些又說兩三年 有些又說五六年 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用菌和大雨的比例 當然有一個議員說他父子關係 這是錯的 但基本上就是面對的問題 你是堵截還是疏度 你現在就一直堵截 一直堵截 於是別人就問 你堵截得多久 你是不是真的要搞政治改革去疏度 現在看看就真的不像 尤其是 其實看回溫家寶 在權力架構也是這樣 在輿論上永遠都是受制住 剛才說吳邦國和吳錦濤 所以幾良好的意願都是沒有用 可能只是出去說說他的心聲做說說 跟吳康文聊聊天 真的風花雪月 說完心聲 說完理想 之後又繼續 證明不出中南海 其實很明顯 現在還要是溫家寶訪問日本的時候 竟然在哭 對著傳媒和華僑在哭 真是很恐怖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去日本 當然他的任命 應該到2013年2、3月 開完人大 不做總理 大大說 還有接近兩年的時間 起碼一年零十個月 以今日的外交活動頻密 作為總理 有幾多機會再去日本 但他似乎挺傷感 當然有人如潔有本書 《中國影帝溫家寶》 我比較不接受這種看法 他有心推動政治改革 不過遇到阻力太大 但我們不要說一個人的立場 或者他能否做到 但基本的形勢就是 因為現在你一直倒截 一直把這些政治寬鬆 政治改革的要求壓下去 真的不能夠守得太久 而且代價是很大 而且你每一次溫家寶出來說話 大家也有些會嘲笑 有些會覺得很提笑皆非 有些會覺得很悲情 我自己都是傾向最後那類 你每一次一次 剛才你說馬來西亞 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們聽見又覺得真是好 這些說話 是才是 但你看看 第一你說法治 現在看到艾未未 首先就是 你又完全不守法治 你拘捕了他40天 按規矩 你都要放他出來 或者正正式式起訴他 當然你現在又是放風 他似乎又瞞稅 又將稅收的紀錄消毀了 你不能夠整天放風 這不是法治精神 有關當局 有美放風 新華社的報導 這不是法治精神 法治的精神 就是跟逐刑事訴訟法 在拘押最後的期限滿了 要是放人 要是正正式式說 現在我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正式起訴他 起訴的罪名是甚麼 你給不給他保釋 給不給他請律師 他律師是否應該見他 於是準備如何看他辯護 這是最起碼的法治精神 最起碼的法律支持人民平等 我們一方面見到艾未未所遭遇 一方面我們經常聽見很多這些故事 即是李剛士我爸那類的故事 真是頗不平等 尤其是六四之前 現在還有很多維權律師 也有很多維權人士 都是帶了去飲茶 文化又或者被七宗 完全沒有人找到他們 可能通常很多時都是六四之後才放出來 即是這些非行政手段 在中國就比比街市 即是沒有法治可言 你說到目標是要這樣 但目標跟現實天與地那麼遠 那溫家寶作為一個總理 都做不到甚麼 你因為你那個法治的精神能夠貫徹 自然你就能夠理直氣壯 我依法治國 自然你就能夠理直氣壯 我們依法律去打擊貪污 正因為你的法律不是貫徹 不是公公道道地做 我們就看到很多人不守法 譬如隨便舉個例子 中共這個黨有一個規矩 叫所有高官申報財產 說了那麼多年都沒有人做 或者很少人做 去年正正式式的黨裏面有一個規矩 申報個人資料 但聽說極少數高官是做的 而且有關他們的家眷 太太夫人小孩子都沒有做 這些同樣是政治上的異見分子 所受到的遭遇 同樣你又看到這些大官 定了一些規矩 又不用遵守 聽說最近國家本來要求所有機關 將那些公費的出國 公車 即是大家駕車 以及公費的接待 即是洗錢應酬 都應該交回帳目出來 聽說很多機構都一樣不做 你看到有些高官是不用守的 另外有些意見分子 也得不到法律應該有保護 尤其是如果交出來更麻煩 看到哪裏有貪腐 大家經常在傳媒看到 那些二百萬越野車走去做警車 走去做公安車 之後接女兒上學 即是比比街市 這些例子 所以其實整個中國大陸 法治 法制 政制 環境 其實真的掩護不住 大家看到的確確 今時今日 你不能期望中國 出現像埃及這樣的場面 埃及這樣的轉變 於是大家就問 喂 你撐得多久 多久 三兩年 五六年 其實最明知 最有智慧的選擇 趁你還是大權在握的時候 慢慢疏導 慢慢進行政治改革 但不是 你仍然不斷握 所以不知道何時壓到會怎樣 待會休息回來 我們可能也說一說 中國由過去 剛剛二十二年前 六四到現在 究竟政治改革的位置去到哪裏 又或者可以怎樣去呢 休息回來再敬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在國情港澄的時間 二十二年前的一個 春天到夏天之初 有一班北京和全國的學生 那個激情 很想 也很要求 中國有一個政治的改革 因為那時大家看到 觀賭的情況十分之嚴重 導致物價上漲 通脹不斷升 同時政治方面也看到 那時胡耀邦 一個很有良知 在人民之中 一個很有良知的領導人 那時胡耀邦 然後就觸發了 之後一切 包括六四 六四之後 也看到中共收窄 不同的言論 也有個人的自由 人權 這些空間 尤其是在大學做了很多事 22年後 回想到今天 其實毫無寸進 中國的民主進程 兼且 我們看到 貪腐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政治官員的道德更加敗壞 有些同心 是呀 譬如 貪污腐敗當然是更加厲害 我想在1989年的時候 貪污腐敗幾十萬幾百萬 已經頂了 今天是幾億幾十億 數字真的差很遠很遠 其實我們看到 從那時到現在 在政治上 根本沒有任何突破性的改革 唯一是在1999年至2000年之間 曾經有人嘗試 將川一級的選舉 提升到鄉鎮級的選舉 但中央不支持 不久又是煙燒雲散 我記憶中我理解中 唯一有這樣的嘗試 然後所有改革 都可以說最多集中在黨的層次 在黨內多些民主 例如選擇這些官員 可能要多些選擇 多些注重民調等等 但說來說去 都是權力高度集中在黨 當然倒退的地方 就是本來在六四之前 還有一些改革提議 做了一些都不見了 例如舉個例子 本來在六四之前 就說應該有權力制限 他不敢說三權分立 於是就說 地方上的黨委書記 即是第一把手 就不再應該兼當地的人大常委主任 希望黨的第一把手 和立法機關都不是同一人擔任 希望有些制衡 當時是做了的 即是黨委書記和人大常委主任 是分開的 但在六四之後就堅持 是一元化了 亦都有人留意到 例如說軍隊 現在的軍隊有關的法律 是改了的 軍隊多了一件事的責任 就是捍衛黨的政權 舊時軍隊的主要責任 都是保家衛國 現在是多了一件事的 最重要的職責 包括了捍衛黨的政權 這些都當然是倒退 其實很多人在改革時 都提倡要軍隊國家化 你現在不但不做 還加上這個職責 這些都是倒退 現在唯一 你就可以說領導層聰明了 除了倚靠經濟增長之外 現在還希望提供一個社會保障網 你看到他在社會保障上做多很多 這個要承認 第三當然就是說 不講民主 不講法治大前提下 希望有良好的管理 大概是這樣 這個就是現在的方程式 所以你說最多做好的事 的確是社會保障 除了社會保障真是零 我很記得在這一陣子 在講德育及國民教育這一課 打算要推出來的時間 跟那些老師 尤其是那些教通式的聊天 我發覺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 甚麼解放軍是屬於共產黨 不是屬於是一個國家 其實看到二十多年來 可能大家對於國家的 國情認識不太深 還有可能在於政治高氣壓之下 亦都不想去理會 變成大家就好像 避住避住 可能有些人 現在可能越來越多人 開始發聲覺得這樣不行 你見到監管是強化了 首先我們見到2009年7月的時候 新疆動亂 新疆由7月到年尾 基本上是將互聯網封殺 甚至手機短訊都不能發出去 這件事我們見到 到一年左右 埃及又用卡達菲也用 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前 埃及也是這樣用 今年年初 就是國務院的新聞辦 多了辦公室 專門管管網絡 大家都知道在這方面收緊 從艾美美到更多維權律師的遭遇 你見到在莫里花革命壓力下 一直都在收緊 剛才提及香港的通識 我們現在都很強調國民教育 而從事公民教育的老師 其中最反感的一件事 你完全不講獨立思考 完全不講一個批判的精神 變成在這樣的環境下 國民教育是一種事實上的灌輸 尤其是共產黨害怕的事 害怕你這班人如果有了這個獨立批判 私有能力就會反對他 其實一個獨裁專政的國家 是不鼓勵這件事的 很明顯看到文革時期 甚至可能現在的北韓的政府 其實你有批判能力 都是沒有好下場 亦都是沒有批判能力的人 最容易被擁有權力的一班人去管理 這個情況其實跟某程度上 在大陸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沒有那麼極端 以經濟的外表來做包裝 令到大家覺得沒有那麼極端 你剛才說 今年我們看到收緊的兩項目突出的措施 第一就是互聯網多了一個辦公室 我們都見到維穩經費多了 國防經費很多錢都會去這裏 另外一方面就是 向來以自由思想標榜的北京大學 都恢復一種輔導的制度 輔導的制度就是如果學生有問題 當然他會包括學業很不行 但亦都包括思想行為 就會有些老師去輔導他 這就是新設立的一個輔導制度 當然很多人擔心 這個所謂以輔導為名 事實上亦都是一種監察 一種對學生的施壓 而且在北京大學 一直在國內 仍以思想自由出名的學府都實行 所以改革的道路十分漫長 我真的想不到契機在哪裏 因為現在中共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其實是建基於經濟發展之上 其實沒有經濟的向上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了 所以剛才我們說 人們問撐得多久 壓得多久 第一是不是經濟成長 接近百分之十 現在更加重要的是 即使經濟成長百分之十也好 大家看到貧富以來要懸殊 意思就是 保羅的中下階層就覺得 你經常跟我說 經濟成長百分之十也沒有鬼用 我都感受不到 事實上也是台灣選舉 和新加坡選舉的訊息 最近的選舉 都是在經濟成長超過百分之十的背景下進行 但是執政的國民黨 和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都受到挫敗 別人覺得你跟我說經濟很好 但是中下層感受不到經濟成長的成果 更加重要的是 人仍是依食足而知榮慾 當然當有飯吃的時候 自然希望活得更有尊嚴 享受基本的權利 有言論結舍等等的自由 這些東西是大家生活改善了 教育水平提高了 很自然而言提出的要求 所以也要看看何時 看看中國的經濟 可能經濟的位置 到他們沒有那麼多錢的時間 可能真的不知道到時才算 當然每個人都要挺身而出 每個人都要做一些事 所以6月4日晚維園見大家 今集國情講情到此 下一集再見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和說明人來說 和言之調 不介意 也請教他們 我們為了五千塊 尤其的研討會